另外新营员黄振复则是建议县府尽快解决美轮工业区所有工业排放的废水问题 另外更是建议能发出能够多福岛花莲地方的观光业者 增设多项的景点来提供游客多元的游戏景点 日常新营项面向新营员黄振复诚勤反应 经常大牌是相当的恶臭影响到地方的观光产业 虽然经过清除垃圾之后 但是后来发现美轮工业器并没有污水处理设备 而这些工业和家庭的污水和废水全部排入到这里 先言黄振复则是并且要求新营员能够向进一步争取相关设施 多年来七星潭地区它的游客越来越多 当地的建筑物或者是餐旅业也越来越多 相对的很多生活排水也都增加出来 那我想目前的现况是七星潭的这个生活的这个废污水的排放 有时候会产生恶臭 有时候会影响到游客的这个旅游的意愿 所以说我们希望县政府赶快来建制一个比较新时代的这个污水处理系统 那也希望说这个七星潭这个区域能够尽快地纳入这个都市计划区内 那同时我们也发现说临近的这个美轮工业区 大家要一起努力来做这个事情 因为美轮工业区据这个县政府的调查 是还没有一个比较新的一个完整的污水这个处理设备 那透过这一次发现的这个问题 我希望这个工业区跟我们县政府合力把这个区的这个污水排放系统 做一个比较长远的一个新的规划 另外这类花园的休闲农场是相当的少 希望县政府能够加以用心 辅导业者增加许多景点 提供游客多的游玩地方 我觉得花园的休闲农场 是大家应该要多多推广的一个旅游产品 休闲农场它第一个它结合农业跟观光 第二个它也对花园的这个中南区的发展 有特别的注意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休闲农场的设立 不管是它的申请案也好 不管是已经成立的这个辅导也好 县政府都要多关心 然后多推动他们赶快设立 让花园13乡镇到处都有休闲农场 我想这个符合未来旅游的趋势 而且它也相当的环保 相当的能够带给这个游客 这个充分的满足感 所以我希望县政府在休闲农场的设立辅导上面 能够加把劲 尽快辅导他们成立 县言黄政府表示 美容污水处理厂的设施 以及辅导推广休闲农场的开发 也希望能够一起努力为地方来做事 记得终于花收到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